今天總是顧佑帶您來看 到底彰化有民眾呢 開車行進了圓林中山路口 所以前一刻呢 他才剛在車上罵這個計程車闖紅燈 想不到下一秒鐘 這計程車就跟對象車輛發生車禍 這影片曝光之後 也讓網友直呼實在很巧合 另外是在彰化市的中山路上 一名二十二歲機車騎士 當時失控摔車撞上保時捷 但是這一撞修車費用高達五十萬元 這種 照紅綠都要趕過 才剛收完計程車一次闖紅燈 結果下一秒 你才剛講完欸 撞擊瞬間也讓民眾看傻眼 而事故發生在彰化園林大道一段 與中山一段口 將使剛說完就直擊車禍 也讓民眾直呼巧合 對啊 這個也太巧了吧 就是剛好喊到 然後車子就衝過去了啊 就發生事故 對啊 就撞到了 如闖紅燈啊 依違反 大陸交換管理處罰條 一滴五十三條 出新台幣一千八百元以上 五千四百元以下的發援 另外張化市中山路上 則有機車高速行駛 卻突然摔車在地面擦出火花 但尷尬的是機車失控後 沿路滑行卻撞上一台保時捷 喷飛機車整台壯爛 路邊車輛車尾也被撞到凹陷 目擊民眾表示機車騎士疑似學生 拼見修車費高達五十萬 也直呼好驚訝 機方表示雙方沒有酒駕 而二十二歲機車駕駛警察商 所信人沒有大礙 但這一狀 讓高檔名車修車費恐高達五十萬 狂怕也讓造勢騎士當場殺菸 這有林一峰 中華報導